这样的怒气只不过是转眼之间的 但是恩典来比却是一生之久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再一次用神的话 和美妙的诗歌一起来灵修 今天这首诗歌叫做《起来欢呼》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段经文一起来思考 起来欢呼有什么原因 是诗篇第三十篇 在三十篇的诗歌里面 讲到有一个人生命可能垂危 于是神拯救了他 那么他就献上感恩 这段经文第三十章第五节 说神的怒气其实只有一宿这样长 但是恩典却是一生之久 是的 神对他的百姓会有怒气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百姓不听话 百姓远离神 于是这位公义的神就兴起环境 让百姓在这个挫折的环境中反省 悔改 再次归向神 不过这样的怒气只不过是转眼之间的 但是恩典来比呢 却是一生之久 换句话说 对这一位公义的神 他多么乐意 他的子民快快归回 于是有一点怒气 不过转眼之间就过了 当我们愿意回到神面前的时候 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 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欢呼的原因 是这位神 是公义 更是慈爱的主 这首诗歌带领我们来思考 愿主带领我们 用这首诗歌 开始今天一天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懂得 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情况 快快回到神面前 经历一生之久的恩典 愿神赐福给你 你看 看 起来 欢呼来 起来 歌颂来 耶路撒的众儿女 看 起来 欢呼来 起来 欢请看 耶路撒的一众儿女 众儿女 喜乐 欢呼 相助歌唱 放生赞美的宗主 赞美中 海底的熟悉的爱 欢呼 看 耶路撒的众儿女 下眼的人 偷偷要看见 偷偷的一人 偷偷看见主 而龙虎人将要听见 要听见主 神例 지도出生意 奖拿将它说 耶路撒的众儿 确会保抢 神要测盖一切圆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